該議關文化觀光局博文立委天社結辯法典合會 十二月十二日會基盤走進溪口到田上的饗宴 五百人給我多年 並且使用在地實在來辦的 管理翁張良搖槍民眾來客戶去訪 親心來提供客戶 也親像家人發揮勝財的多年 竹編是嘉義縣是八鄉鎮裡面 非常有特色的田下征 這個征頭實際上是一個傳統的記憶 有創新 所以把很多的竹編 除了是生活化以外 包括家庭化 所以是真不簡單 把這樣的記憶流傳下來 那透過這樣一個道田上的饗宴 讓家那個西口香所有的食材 可以在這個地方盡情的綻放跟實現 那也包括很多的傳統的民俗記憶 包括學校 很多訓練的成果 所以這絕對是一個嘉年發揮 在客戶永倫的田下征 十年在北京的上興的時候 全正有超過十一間的地區工程 這次結合到稻田上的饗宴 以客服用在地實在來發揮 我們竹編協會長期以來 對於我們傳統記憶的一個保存 跟推廣都是相當的努力 那這一次也獲得我們翁張良縣長 代理的一個支持 那與我們族編協會合辦 這個走進稻田西口的饗宴 這一個聖宴 那在這邊也邀請所有的朋友 在12月12號可以到我們西口來 那這一次會有我們西口的在地的食材 呈現的一個食物 那這樣走上這個走進稻田 那與我們所有的朋友一起來分享這一次 這一個聖會 華人當中竟然來登場傳統的記憶 歡迎民眾做會來參加 記者彭培給他一關彩虹報道